这是什么一场比赛 大魔王王王居然被对手拉下十几米 这到底是什么比赛 韩国选手赤裸裸对王王下黑手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众所周知在短道书画这个项目上 韩国队的优势非常大 但是他们在比赛中下黑手的举动经常让人不死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韩国选手苦生自下黑手王王 没想到最后第一个冲陷夺冠 直接打脸韩国人 在所气短道苏华世界杯比赛中 当时在比赛到第二圈的时候 韩国队的苦生自 志愿手推王盟 直接将王盟推出了内道 导致王盟再直接落后到最后一名 并且和第三名差距了很远的距离 当时看比赛的朋友可能会想 王盟这一次是不是要输了 保ons映一体 一对σε tots 孳盟在第二圈的时候 郑盟在硏且戲俊的 nah per disgu上当计不过赛中的一位 不过作为大魔王的王盟 眼里都没有输 在之后的比赛中不断的进行缩小比赛 在最后一圈的时候直接超越到第一 并且扭头看着韩国选手划过重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虽然王盟第一个划过重点 但是还是没能逃脱裁判的黑手 直接判罚王盟和意大利选手 翻规出局 对于这样的结果网友也是吐槽 韩国人黑 裁判更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短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十σει alred 十分钟 那边 有ут 两 百